这是来自韩国的网红拉面 先生将面条发饰下锅 十秒捞起反复揉搓 再加上祖传的杀猪刀 快速将配菜煮一切片 让每片的宽度都达到0.666厘米 为了确保精神 刀口只要炖了就直接掰断 接着再将配菜翻炒出妈妈的味道 最后再经过精心的摆盘 一碗网红拉面就大功告成了 拉面馆很快吸引来各地的吃货 店内生意火爆 店外排解了长龙 但如此赚钱的店铺 每天却只开业三个小时 原来这家店的老板 厨师 服务员 都是驱魔人 赚钱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乐趣 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 老板邱女士可以接骨疗伤 厨子老莫拥有怪力 服务员哈娜更是能感应到恶灵的踪迹 这天哈娜突然感应到一只恶灵在行凶 她赶紧冲进厨房 通知邱女士和老莫两个人 并警告称 就是一只三级恶灵啊 小心点 几个人换好衣服 对外宣布今天营业到此为止 同时他们还通知了另一个驱魔大叔 几人来到案发现场 当即对恶灵展开了围堵 可恶灵的实力太过强大 几个人根本就不是对手 原来啊 恶灵都是穷凶极恶的亡魂 他们不愿意离开人间 只能附身在人类的身上 只要他们吸食的灵魂越多 他们就会变得越发强大 显然面前这个恶灵肯定是杀了不少人啊 几个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灵跑向了隧道 但恶灵并不知道 大叔在隧道早已埋伏多时 他刚闯进隧道 大叔就发动了偷袭 与此同时 隧道内开启了领域 虚魔人只要在领域内 战斗力至少会提升五倍 大叔对着恶灵就是一顿狂揍啊 打得鼻青脸肿 毫无招架之力 可就在这时 领域却突然消失了 随后 恶灵直接用钢管刺破了大叔的身体 就在恶灵吸尸大叔灵魂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从大叔体内钻出来个光球 竟然飘向了远方 注意看 这个男生被一道白光击中 随后他便诡异地飘到了空中 等男生起来后 周围的同伴被吓了一跳啊 原来直毛的苏文竟然慢慢变成了卷毛 到了晚上 苏文意外地发现 自己手上多了好几个黑点 他想用肥皂洗掉 可是肥皂直接却碎了 他用换牙刷可依旧如此 苏文只能用毛巾反复地揉搓 可手指都搓脱了皮了 黑点还在 夜里苏文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还梦到了一个叫维根的老人 第二天苏文在放学的路上 遇到了几个孝霸 腿脚不变 他自然不是孝霸对手啊 孝霸假装要把东西还给苏文 却突然一把揪住他的头发 就在孝霸要动手时 哈纳及时出现 他三下五出二 将混混全部打倒在地 然后哈纳将苏文带到了命馆 邱女士直接开门见山 说他们是驱魔人 并解释他们手上黑点的作用 只要放在胸前 闭一眼三秒 就可以通往死后的世界 但苏文不太感兴趣 邱女士只好承诺 只要愿意加入我们 我可以治好你的腿哦 在众人的期待下 苏文将手掌放在胸口 三秒后 苏文来到了死后世界 这次他又见到了维根 维根告诉苏文 恶灵会寄宿在一个 充满杀气的身体里 鼓励宿主出去杀人 宿主杀人越多 其实魂魄的恶灵 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维根还告诉苏文 驱魔人在执行任务中 出现伤亡是在所难免的 听到这里苏文犹豫了一下 回到人间 苏文直接拒绝了众人 原来苏文的父母 很早就去世了 现在他还得照顾 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 所以他不能出任何意外 刚走出面馆 苏文就接到了小胖的电话 原来小胖又被校爸欺负了 苏文急忙赶到体育馆 他想道歉和解 但校爸上来就是一巴掌 面对小胖的求饶 校爸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 就在他又要动手时 这几个校爸正在欺负同学 就在校爸又要动手时 苏文却硬生生的接住了 但帅不过三秒 苏文就被一脚踢飞 校爸对着他一顿发泄 苏文被打得直接昏厥 就在这时 驱魔三人组来了 他们本想带走苏文就完事了 可校爸非得作死 这下老莫急了 但是为了不暴露驱魔人的身份 邱女士还给每个人进行了接骨疗伤 并消除了他们的记忆 苏文回到面馆之后 很快清醒了过来 但他却突然间发现 自己的腿脚有些奇怪 原来是邱女士帮他治好了腿 这种久违的感觉 让他喜极而泣 他离开面馆 越跑越快 直到泪水和汗水模糊了视线 原来七年前苏文遭遇了一场车祸 他的父母当场身亡 自己也变成了残疾 回到面馆 看着邱女士准备的拉面 苏文又红为眼眶 自从父母离世后 他已经很少被人照顾了 就在这时 哈纳突然感应到了恶灵 邱女士也跟着追了出去 苏文有些纳闷 为什么老莫不跟上 原来苏文还不知道驱魔人有多强大 为了激发苏文的潜力 老莫让他对自己出拳 结果 20厘米厚的椅子 直接被他掏碎了 这些苏文终于见识了自己的实力 随后 他也加入了追捕恶灵的行动中 哈纳开始描述特征 恶灵脖子上有克制 而且他领个小男孩 听完 众人开始分头行动 苏文在经过一条小巷时 突然听到了一声惨叫声 他走过去一看 一个小孩躺在地上 还有一个女人正在杀人 老莫冲过去一把拉开女人 通过读取男人的记忆 发现这个男人是个家暴狂 女人这么做 正是为了救孩子 这时邱女士赶到 他成功救活了孩子 众人在看向男人 原来这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 随后 哈纳唤醒了恶灵 并成功将他消灭 而男人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回到家之后 苏文又进入了死后的世界 他决定成为驱魔人 但他还有个条件 就是让他见到自己的父母 维根当场答应了 至此 苏文正式成为一名驱魔人